小米把供应商叫来 质问电池大小怎么不一致 供应商嚣张的把电池一拴 你看没爆炸吧 我觉得挺好了 言下之意是说 你们小米有的用就不错了 还挑 一往无前中说 小米E的电池是工程师手工安装的 电池大了 抠都抠不下来 有的工程师指甲盖都抠掉了 没想到电池供应商是这个态度 说白了 就是欺负小米刚成立 不敢得罪供应面 小米接待过一个做触控的供应商 对方来了两个代表 大马金刀的往沙发上一躺 鼻孔朝天的说 老板让我们过来看看 我们来走个过场 我知道没什么生意 一往无前中说 手机作为最复杂的电子消费品 内部有几千个零件 要搞定上百上千家供应商 而且供应商还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 和手机厂商一起做研发 很多元器件都是独家定制的 有的手机厂商做到一半倒闭了 供应商的研发成本就打水漂了 所以他们挑选手机厂商时很谨慎 早期的供应商都是雷军亲自出马 一个一个谈下来的 在手机行业 像三星和富士康这样的选手 是很有话语权的 不是有钱就能换来合作 人家的订单都排到几年后 所以小米得罪三星以后 小米5直接缺货 雷军差点没气死 他亲自往韩国飞了好几趟 去三星总部道歉 即使这样 三星才答应继续合作 但是两年内的产能排满了 两年后再说 《一往无前》 是范海涛老师的全新作品 他曾给李开复和周鸿一写过传记 水准一如既往的高 这次给小米写的传记 依然细节丰满 故事跌宕起伏 让人欲罢不能 小米首次揭开公司内幕 向大家展示真实的创业故事 看小米如何在供应商的为难下 闪转腾摩 看小米如何在内部动荡下 继续前行